KPL最佳阵容再次遭到质疑,联盟对Eastra有强烈的双标信 WB粉丝直言绝对有内幕,KPL夏季赛早已结束 最终由狼队爆冷战胜,Eastra获得夏季赛总冠军 但最近联盟公布的最佳成员名单却遭到网友质疑 最佳阵容一阵选手除了青荣和紫良麦 其他全是狼队成员,而最佳二阵成员也是由狼队和Eastra构成 其实对于KPL联盟来说,最佳阵容从贯纳军队物流选出来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他们的成绩就摆在那里,但这对其他俱乐部的粉丝来说就很不公平 原因是联盟为了人气,而选择让流量高的队伍来刮风最佳阵容 特别是对于WB的粉丝来说,这就更不公平了 如果夏季赛的总冠军是Eastra的话 那么花海和一阵入选,那是情有可原 不过他们两个在总决赛被两队吊打,特别是花海被小胖打成了指挥刷野 而一阵队为妖刀,多次被单杀打爆 这种表现还不如至今的WB满羊和乔西一半强 凭什么最佳阵容给到他们,不仅如此 这种事情也在上赛季发生过 明明上赛季两队也是亚军,结果就连一个人都没有进到最近一阵 一阵全部都让Eastra的人给拿光了,还有翻番连二阵都进不了 所以说这几次KPL的做法,真的是太过于双标和偏坦Eastra了 这简直在后门观众,不知情的还以为KPL是Eastra开的 大家对这次最佳阵容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